我這麼久都沒有感受到 牧師明這次說 你一直一直放鬆 看一看感受到從內心裡發出來 那一刻我就感受到 從內心裡發出來 很舒服 很輕鬆的 那你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這次又不一樣呢? 有些什麼不同了呢? 這次可能一直去學習 聽得多 放鬆 從內心裡發出來 我也是試試試試試看 這次真的感受到 從內心裡發出來 很平安 很喜樂 和神很親近 面對面 那個喜樂和靈和平安 那就是神 也可能剛剛那個教導人 我來解釋一下 可能那個教導講到的刑履 即是有時候 那個根源可能就是缺乏安全感 覺得自己不重要 或者被委屈 在裡面積住了 但一放鬆 一鬆的人 變成聖靈容易流過我們 所以你一呼叫 所以耶穌說 從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光河 這就是聖靈的力量 在我們身上 這就是聖靈的力量 剛才我很大聲的讚美神 你是不是覺得很辛苦 我從來沒有試過 感濟主 原來就是我們 每次都感受到 那個心裡充滿 和那個神的動作 是的 感激神 原來 感激主 我這麼久都很感激 你不覺得我還是怎樣 原來就是 心都鬆了 拆解了一些刑履 放手 然後愛慕神 也可以呼叫耶穌 心一鬆 聖靈容易流過 耶穌說 信祂的人 從祂腹中流出活水的光河 就容易經歷到 隨時經歷到 聖靈的流動 和能力的流動 這就是每一次祈禱 我也想本向事實 我也想剛才本向事實 我奉勤的時候 我認定 我自己 剛才奉勤的時候 我自己也沒有做事 我自己也頂了五十元 但是神在意念要我奉勵 一百 然後我又不行 我都沒有做事 我自己想 我自己又炸五十元 然後一炸炸炸炸炸炸 兩張五十元 我就知道神 心裡我就扔下去了 神就是這樣要我去 突破經歷那個 那個什麼 我就去相信 就是這樣 他說一百就一百 你很有信服的心 神就是這樣要我一百 神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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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